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1. 首先找到企业的目标受众定位 Google Analytics分析 这有助于你了解受众群体 比如LED企业的受众特征 内容天号 首选的获取渠道等 Works of Analytics 就社交媒体而言 Works of Analytics是分析Fastbook页面的绝佳方法 它为你提供了有关竞争对手在Fastbook上的表现的深入分析 显示对他们有用的内容类型 提供有关他们在页面上触发交互的特定时间和日期的复杂细节 还分析了其职位的措辞 显示了所使用的共性和变化 Fan Page Karma 利用这个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 关于LED竞争对手中最活跃的社交媒体关注者 它显示了你页面的概述和得分 在设计内容时 了解你要面对的问题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只需要在页面上进行分析 则可以获得超级详细的信息 可以让你一次解锁完整的报告 报告详细介绍了粉丝参与度 页面内容 影响者标记 时间 基准测试等 二 制定企业共享类型的内容以及共享的频率 首先我们要为每种内容类型创建一个目标 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编辑文章 博客文章 分享内容 50 关于LED产品信息内容 加50 其他的内容 视频 每月制作一个简短的原始视频 比如LED的生成过程或者制作环境等 图片 吸引观众的照片和图形 地质名言 有趣的图形 促销信 举办关于LED的网络研讨会 活动 本地促销 现实优惠等一系列促销活动 问题 听众在寻找什么答案 比如可以创建一个问答日 并提出粉丝希望回答的常见问题 比如关于LED的种类以及注意事项等等 PS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内容日程表 将让你专注于你每月的目标 它还将帮助你坚持一致的过程 三 利用心理技巧 巧妙抓取用户 芳心 增加帖子覆盖范围 巧妙地利用一些法子 可以帮助我们抓住用户的心 利用好这些心理技巧 将帮助你增加帖子的覆盖范围和参与度 比如图片上人物的表情情绪 色彩 文案等都可以利用起来 识别你想要激发的情绪 使用正确的颜色 并通过一张带有面部表情的照片来传达它们 下图显示了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颜色的统计数据 红色和蓝色是吸引眼球 并且不会太过激进的完美组合 你可以结合以下色彩图针对男性或者女性用户 分别制定图片内容 以此达到吸引效果 2. 文案抓取 1. 降低LED广告报价中的价格 例如 写39.99而不是40.00 3. 挑选优质的封面图片 争取让用户第一眼看到你 4. 在广告中造成亏损 使你的产品独占这将增加用户购买你产品服务的欲望 5. 使用基数 它们对你的受众更具吸引力 3. 标题中添加好奇心元素 夺取用户眼球 1. 相关性 2. 简洁 你的标题应该简短名吗? 据数据统计 标题较短的影响比标题较长的影响更大 3. 量化 4. 关键词 关键词的使用使你的帖子更加有趣 这也增加了你整个帖子的可信度 推荐使用最佳秘诀之类的有利词汇来建立信任 创建一个独特的标题 以吸引这些社交网络中的每一个受众 经过网上的数据统计标题 某些单词在Fastbook、Twitter以及0T0上更具共享性 4.Fastbook市场营销小技巧 除了上面的一些知识外 下面说到的几点小技巧 虽然容易被忽略 但是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不少烦恼 具体如下 1.分享粉丝创建的内容 并标记提及创建该内容的粉丝 2.遵守80比20的规则 80跟合20的促销 3.让您的粉丝享受社交媒体专有的优惠券或者扣